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课程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题目 就是给我们安装一个软件 大家都知道 一个电脑 同样的一个电脑 它可能是一个工程师级的电脑 也可能只是我们普通人 手中的一个文员用的电脑 也可能是一个会计师用的电脑 那么它的差异在哪里 里面装的软件不同 所以它就拥有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实际上我们人 也是由一个硬件和远件 组合起来的一个生命体 也就是你的肉体 肉体 那么跟别人的肉体 实际上跟计算机电脑一样 没什么特别的差异 那么差异在哪个地方 就是在智慧上的高度的不同 那么我们在研究智慧的时候 实际上智慧还不仅仅只是一个高度 那么它还有这个深度 你要往下扎根 它要有深度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广度 所以这样的话有一个广度 有一个高度 有一个深度 那么它就应该有三条走线 那么这个高度上都怎么样的去标示它 深度上怎么去标示它 那么在宽度、广度上怎么来界定它 所以它也应该有标示点 那么三十多年前 我在中国那个时候读大学 我是1985年开始上大学 上的是中文系 第二年就开始有一些 这个我们说是一些高人 就陆续地出来 就遇到了一些高人 就陆续地来指点和教学我 那大部分是民间 有一些是大学教授 那么有一些是民间的 我们称为师父 那么来点化、来教学 那么从那个时候 大概我们用了 我自己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那么实际上 当时我有一些老师 他就要求我 他说你这一生一定要好好去教学 那个时候我对教学不感兴趣 因为我们中国已经开始 刮起全民街商的风气了 我是想做一个商人 我觉得有钱挺好的 教学都是穷的教书家 对教学不感兴趣 但是哪知道事实上 人的命真的不是你自己定的 你这一辈子应该干什么 实际上最后还是要做一个教书家 但是我还是走到了教育行业里面 所以我们OOSS这个平台 是一个大的教育平台 一直以来我们想给自己定一个位 就是我们在教什么 一会儿教这个 一会儿教那个 那么实际上 我们一直围绕着圣贤教育在教育 但是今天随着这个时间和空间 总体圣贤教育好像这个也叫烂了 就是连三字经 弟子归这些也都叫圣贤教育了 那实际上真正的我们叫有了意教育和不了意教育 了意教育是什么 了意教育是高度的教育 深度的教育和广度的教育 就是人生要活出高度来 人生要活出深度来 人生要活出广度来 那只有这个高度深度广度 你都真正实现了 那你就成为一个伟人了 那你才能真正成为圣贤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圣贤教育 基本上不是真正的古代原本的圣贤教育 所以说我们今天用圣贤教育 也不容易人起大家的一个觉醒 那么我们最近看到了国际上 有提到一个体系的叫终极智慧 这个好 智慧要终极 也就是智慧的高度 智慧的深度 智慧的广度 那么拥有这三度 然后并且要真正打到顶峰 那这就是终极智慧 那终极智慧 恰恰我用了三十年的实践 这里面不是光是看书 它很多的是古代的师父们 这个的传人在今天使用这个实证的技术方法 来带领我们叫师徒传承 口耳相传 言传身教 这些方法 那么传递到我手上的很多的宝贵的经验 知识 还有一些技术方法 那么我通过三十年的学习实践 实证 最后终于在前几年 我们完成了一个体系 所以是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 我们发现 这个智慧它是本身 它拥有着刚才说的高度 深度 广度 这样的一个三度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 这个梳理成一个什么 三轴线 三根轴线 三根轴线 大家看大屏幕 那这个就是我们把它梳理出来以后的 三根轴线 大家都说我有智慧 我很聪明 那实际上如果是用这个智慧盘 我们说用智慧的高度来衡量一下自己 用智慧的深度去衡量一下自己 用智慧的广度 或者叫宽度来衡量一下自己 那么你看看 你到底的智慧 有多大的智慧 这个什么东西都可以量化 你这个银行账上的钱可以量化 对不对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量化 那你的智慧怎么去量化它 怎么去量化它 所以我们用一个三根轴线 组成的这样一个三轴线的一个结构图 那么你就可以对自己拥有的智慧进行量化了 那么恰恰这是什么 这就是说我们人跟人的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智慧的高度 广度 深度 就是三度上面的不同 人家叫高度智慧 我们是低度智慧 今天有人很喜欢说什么三威 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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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什么五威 六威 甚至外星人是多少威 威度的空间 生命 实际上这都是虚幻的 这个都是不招边缘的东西 那么能不能量化它 我们如果是用好这个就可以量化了 那么量化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三根轴线大家知道 我手里拿的一个演示的教学工具 那么它是一个正的立方体 那么在我们的集合学上 它称为正方形 正方形或者是正方体或者立方体 它是一个立体的 那么这个立体的它是由三根轴线支撑起来的 就是它首先有一个纵向的 再有一个横向的 还有一个纵深的 那这样三根轴线才形成一个立方体 如果只有两个轴线就形成平面了 一个高的一个线 然后一个横的线 那这就是平面了 如果立体的一定地要有第三轴线 第三轴线 那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 那么我们中文一直强调说格局 你这个人生要有大格局 这个格大家没有理解 这个格是什么 所以我们格在中文中叫方格 那么我们今天人的思维退化了 退化成什么 退化成平面思维或线性思维或点性思维 所以当时提到方格的时候 在你的脑子里是什么 大部分人是平面的方格 但是实际上方格是什么 当我们提到方格的时候 它是一个立方体 我们的格局是容量有多大 你为什么说你的格局大还是格局小 实际上就是平面它怎么容纳什么东西 没有办法容纳 但是如果它是个立方体 它就能容纳东西了 那这个在佛家智慧中 以释迦牟尼为代表的 佛家圣人的智慧体系中 它这个叫陨 一个草子头 一个角丝 那个温度的温旁边叫陨 陨是什么 陨是陨藏 也叫云结 结是结果子的结 也就是说 那么叫五蕴 五蕴 就是说 原来我们人生格局是由什么决定的 是由体内 五蕴 陨藏起来的这个智慧所决定的 所以五蕴是什么东西呢 它叫色 受 想 行 使 五蕴 五蕴 这个五蕴 你能够装住东西 能够藏东西的 只有仓库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在的教室是一个允节体 它是个仓库 它有天花板 有地板 有四面墙 立方体 六合 六合体 这个六合体里面就可以装东西 那么我们为什么中国人把心肝脾肾肺叫五蕴 五蕴 佛法叫五蕴 那么实际在中文里面叫五蕴 蕴字很有意思 一个月亮边旁边是一个藏 收藏了藏 收藏了藏 那就是说在我们人体里面的五蕴 也是成东西的五个库 你这个库有多大小 这决定了你的格局 你的心有多大 我们今天是一千平方米或者一千立方米的空间 还是一万的 还是十万的 还是像虚空这么大的 这就叫心量的不同 实际上就决定了你的人的格局的不同 那么不光是你的心在这个方面会决定你的格局 你的肝 你的肺 你的脾 你的肾 那它里面的这个空间有多大 这个格局有多大 它的容量有多大 那么最后就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所以是你的心肝 脾 肾 肺 肺 里面 你如果能够把心肝 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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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出一个智慧者的一个级别 那么在古代各个圣贤体系 或者叫中级智慧体系 他就给自己的体系中 安了不同的头衔 就像我们今天教授、副教授 讲师、副讲师、普通代科老师 在大学里是分成这五个层次的 那么在我们智慧体系的佛法里面 他就用佛、用菩萨、用阿罗汉 阿罗汉里面有分声闻跟圆觉 来定他的次第 就是智慧高度的次第 那么最高智慧的 就是说他得到佛的这样的一个尊称 就像得到了一个教授这么一个身份 那么你再次一点的 就是菩萨 菩萨里面又分十个等级的教授 副教授里面分十个等级的 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 十地 他叫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十地菩萨 这是以什么决定? 以智慧高度、广度、深度来决定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时空点 到了一个时空点就是我们要把今天 我们活在这个世间 实实在在地遇到的所有的事情 用今天的时间和空间去认知 去学习 去经历 去定义 去使用 而不是要错乱时空 很多人很喜欢错乱时空 回到过去的时间空间 我是怎么样 如果你总是活在这个过去的时间空间中 实际上你是已经是落后的人类 我们中文有一个叫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就是现在什么年代了? 现在2019年了 2019年活在这个时间、这个空间 你要用这个时间的空间的言语 去解读过去时空的东西 让大家以现代的语言 现代的智慧能去认知 能去掌握、能去应用 这是我们现代智者 现代智者、智慧者 你在这个智慧的高度上 你有变通的语言、变通的方法 让人家去明了这些古代圣贤的 达到的智慧的一个高度 这样去理解 而不要退回那个时空去顶礼默拜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讲宗教 我们讲终极智慧 那终极智慧从古到今 它是一个传承的智慧 它不是今天谁发明的 我用三轴线只可以说它是一个发现 就是把古代这些终极智慧 我们可以称为五大终极智慧体系 五大终极智慧体系可以把它归结成 都归结在 用现代语言归结在这三根轴线上面去 三根轴线有正向和负向的不同 大家看这三根轴线 实际上每根轴线我们用了十一个度来标识它 或者你简单到十一个点 但是这三根轴线这个体系出来以后 它有正跟负 也就是大家看它有箭头 箭头向上这是一个正向的方向 反着向下穿过了十字点的时候 它就是负面的 那三根轴线都有正负线 那这三根轴线来源于哪里 这不是张卜生的东西 大家要知道 这来源于我们世界人类文明的精华 我们今天的教育 可以说是严重失败的一个教育 待会我给大家分析它失败在哪里 它是严重的使我们人类 背离了自己本应有的一个发展道路的一种教育 但是这些十数的教育 它是为了政治需要 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 它没有是根据你需要什么 而是他们需要什么 就是一个统治者 站在让你们成为一群羔羊 成为一群我们说可以驯服的 很被驯服的 很听话的一群猴子 或者是一群海滩 你让它怎么表演 它就跟着怎么表演 它需要 因为这个统治 它需要你去这样的驯服 然后你听话 我就给你两根香蕉 猴子表演好 给你两根香蕉 那海滩你表演好 我给你两根小鱼 它就下次就再络力的表演 那今天的教育是这样的一个教育 那是这样的一个体系 它是适合教育什么 教育畜生的 教育畜生的 就完全让你们不可以有自己的思想 完全不可以有自己的高度的一个追求 否则的话呢 猴子最后变成主人了 指挥你去表演去了 那你能干 你不干 不允许 猴子永远听我的就对了 那这个大家要认识 这是时速的一个需要 好不好 好 它可以使社会有序话 它可以在平稳中 让我们这有灵性觉醒者 去寻求自己要走的道路 而不是在一个乱世 如果我们今天新加坡是战火之地 像中东一样 你没有办法坐在这 我们一起来研究智慧高度 深度广度 你躲炮弹都躲不及 然后你饿肚子都饿得 找饭都找不及 你还去搞什么智慧研究去了 这个制度好 使我们在一个平安和平 安逸的环境中 来找寻自己智慧的高度 这个我们要改安 但是如果你仅以此为人生终极 那你毁掉了 那你毁掉了 你白来人了 白来人似的 作为一个人 你这一辈子应该做什么 这种教育 这种教育是什么教育 终极教育 就是你一定要看到 你人生的终点的教育 这叫终极 就是最高的 没有了 到这没有了 到极点了 这种终极教育 这种终极教育的话 那么在历史上 是否曾经出现过 告诉大家 在历史上 一致处于教育的 统治地位的 正是这种教育 那在我们这个世界文明中 它形成了五大派系 终极教育 分成了五大派系 各有其代表人物 那么在古印度 形成了以释迦牟尼 我记住诸位 我现在说的是活生生的人 不是你们在想象着 他在空里飘着 踩着梁花 放光的人 不是 这些和诸位都一样 实实在在 老老实实 都是爹娘生的人生 这么一个普罗 大众普通人 他成为了一种 终极智慧教学的代表人物 都是活人 第一个代表人物 我们说古印度教派的 学派的 就是释迦牟尼 也就是大家今天 很熟悉的佛家代表人 我为什么不称为佛教 待会我们再讲宗教 那么佛家 就是一家之言 我们称为佛家 佛家的代表人物 释迦牟尼 教授我们的是什么 终极教育 他的教育特点是 他的教育特点就是 让你认知 过去时 现在时 未来时 大家清楚 过去时 现在时 未来时 说是叫三时的教育 时间的时 不是世界的时 三时的教育 昨天是过去时 今天是现在时 明天是未来时 这叫三时的教育 在三时的教育上 他要求你进入第四平等时 什么是圣贤教育 什么是终极教育 第四平等时 是不为过去做 不为现在做 不为未来做 是终极做 就是我在那个 所有的所做 都是为那个去做的 那叫第四平等时 就是因为就没有 过去现在未来了 这是一家之言 那么我们是以 释迦牟尼为代表人物的 终极智慧教学体系 那么他的弟子 后来逐渐的开门立派 然后教学到今天 这是我们终极教育 古文明到今天的一个穿越时空 到今天还在使用的一大教育体系 终极教育的第二大体系 是以中国老子 名叫里尔 春秋战国时期 他早于佛陀 早于释迦牟尼 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是一个历史人物 那么尊称老子 哈尔里尔 自李丹 名字叫李丹 姓李 是个实实在的人物 那这个以他为 代表的是中华大道统的教育 据我们研究 那么他的教育 不是自己独创的 他是叫黄老传承 是从五千年前的皇帝传承来的 那么皇帝又往上推 福西室 又是两千五百年 所以在古代的七千五百年 到八千年前 中国圣人福西室 发明了异道文化 到皇帝时期传承了 这个法道文化 到老子时期传承了德道文化 那么这些都是什么 终极教育 教育什么 过去时 现在时 未来时 第四平等时 就是终极 不是为过去 不是为现在 不是为未来 是为那个 那个就是第四平等时 用这个那个 这是禅宗的说法 就是为哪个 待会再给你们指明 因为这是终极智慧的核心 你如果不知道那个 不知道还有第四平等时 那你就不可能真正获得终极智慧 所以这是一排代表人物 这是中国道统 在终极智慧的传承 到今天跨越两千多年 还有传承人 还有传承人 还在进行教育 但是已经是什么 已经退出社会主流的教育了 也就是已经在学校你学不到了 在很多渠道你学不到了 今天虽然我们是 internet 网络世界极其发达 但是这个要找口耳相传的传承人 你才能够耳提命命的受教 这种终极教育 你想在网络上当罗 那就是泛滥成哉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是乱七个八糟 所以你什么都看不懂 然后第三个系统的传承人 叫孔子 这也是晚越老子时代的人物 那么他是瑜伽学派的代表人 老子是道家学派 道统的传承人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传承人 那么这个在我们中国称为儒史道 注意是三家文化 不是三教文化 不是宗教 不是宗教 所以是那么孔子的教育 是什么教育 一样的 一样的是终极教育 所以他的教育是脚踏实地的 让你知生 在生的时候 己功累得 那就会获得死的果 不知生焉知死也 敬鬼神而远知也 这些就告诉你什么 你脚踏实地的做个人 人成了 你那个就成了 就是说那个是什么 咱们还是说过去 不是为了过去活着 不是为了现在活着 不是为了未来活着 是为那个活着 这是终极智慧的核心 这是第三大体系 第四大体系呢 就是以西方为代表的耶稣 后来人尊称为耶稣基督的一个教派 它是一个教育教派 它不是宗教教派 这些圣贤都有个典型的特点 就是他们在活着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第一 他们没有经典 没有写成书的东西 这些所有的圣贤的教育 都是后来的弟子们 都是把它集结成经典了 所以他们有这个特点 所以大家放心 他不是为了著作权而教育 现在有人写书是为了著作权 声明这个著作权是我的 因为好卖钱 这个书只要宣传出去了 很好卖钱 是为了钱在写书 按古代圣贤不是这个 他为了终极教育 终极智慧的教育 奉献众生 因为他彻物的宣传 因为他彻悟了宇宙实相 生命的实相 所以终极智慧就是关于宇宙实相和生命实相的终极揭秘 你什么时间能够自己去解开这个密了 解开两大密 一个是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是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解开这两大密了 你的终极智慧彻底完成了 彻底完成了 否则的话 你所学的只是沧海里面的一滴水 但是以耶稣为代表的西方 在终极智慧的这个教学体系中 今天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可参考的资料 普通人以为耶稣只留下了一本圣经 实际上在我们这么多年的研究中 我们发现不是这个样子 他留下了更多的东西 是用黄铜、用黄金 聚在教堂上的东西 我们在欧洲、在俄罗斯 在其他的一些地方 包括美洲一些地方去考察 那么发现耶稣真正教给我们智慧 终极智慧体系的大量的东西 并不在文字上面 而是作为一种艺术品 雕塑在他的教堂上 这里面有东正教堂 天主教堂、基督教堂 只是今天能看懂的人少着忧伤 所以这一教学体系十分让人赞叹 也是跨越时空到今天 依然在时空中传播着智慧 那第五教学体系就是大家知道的中东的伊斯兰教学体系 伊斯兰的教学体系里面出来的代表人物叫穆罕默德 他的教育也是关于中级智慧的一个教育 那么我们梳理世界上 这个比较著名的 当然还有一些分支体系 从几千年下来 还有一些印度比方说有一些其他的分支体系 那么在美洲还有印第安的分支体系 玛雅文化的分支体系等等的 在中国还有一些什么法派、阴阳派、法家、阴阳家、医家 各种各样的家的流派 朱子百家流派 那这都是属于道和乳的分支体系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研究历史 跟大家不讲 但是只是告诉你张普生教授 今天给你们教授的东西是有根的 不是他的东西 我们人生的时间很有限 我们如果想用自己的几十年的时间 去学完五大教学体系的终极智慧 实在是无能为力 有的人说好 我一门深入 我只在一家里面深入 那也了不得 比方说我们说 释迦牟尼这一家的宗教 留下的经典 那么大藏镜 那么堆到堆起来是我们现在教学 这个房间的一半这么高这么多 你这一生怎么看完 其他的道藏 老子为传承的道藏 孔子为传承的四库全书 这个都是了不得的 那么你在一生 穷自己一生 从出生到现在到未来 你死之前 你都没有办法去把它堵通堵透 所以如果在这个文字堆里找 很辛苦 那么我们会在一生中被埋没 那么不从文字堆里找 怎么去找 所以这里面很多历史上 对终极智慧 实证和研究者 他给我们很多的启迪 特别在释迦牟尼的教学体系中 他在终极教学里面 他提到了三种般若 一种般若是文字般若 就是经典 大家要学习 要赌诵 赌诵经典的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叫诵经万变其义自现 是记载通过文字记载里面的圣者 要传给你的真实义 你要赌出来 这个叫其义自现 你不是赌给鬼神听的 你是不是赌给天神听的 你是赌给自己的心听的 你要使自己明心见性 大彻大悟 所以这个就是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作用 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赌着给外面听的 你浪费了宝贝 外面听有没有必要 有作用 但是你自己都没听明白 你想让别人明白 不太容易 你先要自己明白了 你才比较容易让别人明白 诵经万变其义 自现目的是要你开智慧 目的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 这是文字般若 第二种获得终极智慧的方法叫观照般若 观照般若就是离开文字 不理文字 教外别传 以心应先 直指人心 见性 成佛 佛是谁 佛是谁 佛是最高智慧者 你把这个从宗教的术语中转换一下 佛是最高智慧的拥有者的称号 现在可以称为博士后导师教授 博士后导师这样级别的教授 这只是类比 不是说博士后导师都是佛了 不是 这差得太远了 因为他们只是有试智变聪 没有终极智慧 他不懂死后的事情 不懂过去时的事情 只懂现在时的事情 所以他不能成为佛 只是类比一个 所以是见性成佛 这个佛是你大知大悟 明心见性 洞彻宇宙实相 生命实相的 这个就是什么 这是观照般若 观照般若 这里面有禅宗里面的直观法 有冥想法 这开始使用technology 就是技术方法了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深层次的 在终极智慧里面的方法叫实相般若 这个实相般若到底是什么般若 所以说观照般若通过我们的直而胜观 指是什么就是你首先要停止自己的妄念 妄想 胡思乱想 这个叫stop stop停止 停止它 然后在停止之后 你进入了一个自己的自心 像大圆镜质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展现 动彻 照见 十方 动彻十方 照见明了十方 这样的一个功能 你的心的功能展现了 在这个大圆镜里面 能够照见宇宙实相 生命实相 这就是观照般若 这就是观照般若 就是要能生起圣观 有圣观力 那么中极智慧的第三个方法叫实相般若 实相般若到底是怎么一个实相般若 释迦牟尼在这个教学上 十方精彩 他就是告诉你 你原本是那个东西 你现在要成为那个东西 你最后一定是那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不然他不就叫 不能是第三波日 实相波日了 否则你懂我懂 那不就还叫什么实相波日了 那就谁都懂了 那还麻烦了 现在好懂了 以前真的很难懂 现在好懂了 那这个实相波日是什么 今天科学家为我们解密了 实相波日里 佛头曾用了一句话叫真空妙有 妙有真空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一点灵 也就是父母的精子篮子 在结合的时候 他们结合的时候 形成了一种相吸的阴阳相合的相吸力 这种相吸力一下子产生了粘合力 然后把你这个一点灵光包在阴阳的体里面去了 所以这一个晶莹透亮的一个点 被包住的这个一个点 这一点光实际上就是那个实相波日 这就是释迦牟尼说 原来众生都有如来得相 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他这个赞叹 他自己在菩提树下 读明星二悟道以后发现 原来我不大 我就是一个小点 小点点到多么小 今天科学家为我们量化他了 所以说请各位拜托你们 回到我们今天活着的时空来 用现代思维 现代科学佐证 去做现在应该开启的智慧 而不要停留在 那个咬文绝字的古时代里面去 这一点是什么 今天科学家说量子 我们的物质在最小的单位 一个粒子 最小的单位就叫量子 基本这个粒子有很多种 其中有一种是光量子 光粒子 那么这个是万物生成的原发点 在万物生成之初 他进虚空变发界 在万物生成之后 他成了万物体内的心 不是心脏 是心 是一切从此开始生发 他成了根 他成了母体 他成了万物生生不息的心 这个中文要读准了 叫心 不是心 心是核心 就是源自核里面中央的那一点的核心 那么这个心有多大 科学家今天说 一根头发丝的百万分之一 好小的一个点 是啊 你刚开始诞生的时候 你不是这么大的 你觉得你的身体这么大 你原来在娘肚子里就这么大 那不把娘害死了 你在娘肚子里多大了 一个卵细胞开始的 卵细胞有多大呢 我们今天要借助电子显微镜 你才看得到的 你肉眼根本看不到的 那在卵细胞里面有什么 有一个零点 这个零点本身是自由自在的 在进虚空变发界中存在的 结果被父母的阴阳产生了联合力 把它给包裹进去了 这一点真灵 加上了负的阳母的阴 阴阳加一个灵 三生万物 诞生了生命体 万物都是这么诞生的 有阴阳化生 有阴阳缆生 有阴阳胎生 有阴阳石生 大家学过生物 石生 化生 胎生 缆生 是四大类生命体诞生的根源 但是都是阴阳包了一个点儿诞生的 就是这么一个石像 这是第三石像不热 石像不热 那么你是谁 哦 你是那个点儿 你身上背负着父 背负着母的DNA 父和母的DNA哪里来的 从他们的父和母 各继承一半 所以我们今天在生物学上 提到生命DNA 生命的基因 所有的生命都有基因 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诞生的 无以例外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石像不热 所以当你明白了石像不热的时候 你不需要再回去蚊子不热 再不要去看那么千经万经 因为你千经万经的目的 最后是要回到这个石像的 那你也不要去做观照般热 观照般热的目的是 让你见到这个点儿 最后通过圣观 照见 显露自己的这一点儿的真心 通过观照技术方法去把它找出来 所以如果是你在终极智慧上 你能够知道当下通过现代量子科学认知 我原本就是一个点儿 事情好办了 事情好办了 你需要做一件事情 还原这个点儿的 不被遮盖 不被污染 不被污染 这就是一切的终极 就是还原我自己的活泼泼 圆脱脱光灼灼 光而不要的 近虚空变法界的本体 近虚空变法界 是由这一个点儿一个点儿 进行无缝连接 串联起来的法界光子海 一切的万物都是在这个体上生成的 这个光子海的连接就像大海洋中的水底一样 然后我们看到的水是汪洋一片 但是汪洋一片的大海 汪洋一片的江湖 实际上是由一个水分子和一个水分子 无缝连接组成的水的海洋 光子跟光子的无缝连接 结成了我们的法界无量光明体 众生都在这个无量光明体上 以因缘而生成 以因缘而灭亡 生老病死 成柱坏空 生柱易灭 这就回到终极智慧上来 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 我们再来看三根轴线 三根轴线 为什么它是一个终极智慧的一个体系 也就是说我们在轴线上看到前面的八 就是总共每根轴线有十一个点 十一个标志点 那么在八之下和第九之上 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了两个段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终极 一个是现实 现实 这个八往下都是现实 十素 这个九往上是出世 是离开的现实 那么古人就把它标示了八 那么我们在佛家体系中看到了八时 八时是有眼耳鼻舌身 前五时加意识的第六意识 加第七意识的摩拿时 加第八意识的阿赖耶时 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纵向走线的一个思维高度 这个从八时往上的九时十一 实际上都是众生本据 包括八时也是众生本据 但是我们生命的高度的不同 恰恰是你启动的意识的高度的不同 一个高级管理人员 他必须启动第七意识 也就是要学会左思右想前思后想 他要规划 他要思考 他要策划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七意识摩拿时的一个功能 然后普通的一个阿嫂 只会扫地 只会端盘子 做事从来不用大脑 他就只用了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是一个模仿意识 是一个惯性意识 在流水线中生产的工人 他只需要使用第六意识就行了 拿了一个东西 砰 放上去 拿了一个东西 砰 放上去 再拿一个 砰 放上去 不用思考 不用算你 然后没有用到第七摩拿时 没有启用第八灵感意识 然后他一旦启用第七意识的时候 哎呀 我这一辈子不毁了吗 永远这个账拿起来放下 拿起来放下 拿起来放下 一辈子这个样子 他一旦启用第七意识 我不干这个了 我要再找工作了 一发现不行 人家都要学 要我学计算机 拥有一门技术 我要能够用脑 他要去学习 通过学习以后掌握技能 会规划 会操作 灵活性多变的工作 他适应了 他提升到一个高级的白领了 他不是一个低级的普通工人 这个时候他的待遇 他的社会环境 他依着他的意识而显现的所抱世界进行了变化 他不再跟这个普通的工人打交道了 他开始跟比他高级的总裁打交道了 他的格局改变了 由第七格变成了第八格 由第六格变成了第七格 那第八格是什么样的高度 第八格基本上是人间伟人的高度 这个高度怎么去界定呢 就是这种人 他是不是会算计的人 他虽然是会左思右想前思后想 但是他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 他是凭着灵感一机灵 立马下决定 做出的决定 那之前他也砍了财务报表 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调查研究 但是那个时候都没有办法使他下决心 结果打着高尔夫球 突然灵感一动 哎呀不好 这个原来这么赚钱 然后我放弃他 我就是一大损失 马上不打球了 拿起电话告诉秘书 说把那个订单给我下了 秘书还说 哎呀那你不还是要过几个星期开会再研究吗 他说多话给我下了 结果订单一下 砰地价升起来了 砰股票涨起来了 这是灵感思维 我们的灵感思维 创造了地球上的伟人 牛顿 爱因斯坦 伟大的政治家 思想家 科学家 能够引导人类 向未来更辉煌 更好发展的人 都是具备第八意识高度的人 他使用的是超越 左思右想 前思后想的 第八高度的智慧 所以说我们通过智慧体系的学习 终极智慧体系的学习 那么你会知道如何去提升自己思维的高度 如何突破你目前思维的局限性 我们人是被自己当下给蒙蔽了 给局限住了 欧洲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大亨 他原来出身是一个在快餐店里端盘子的一个小伙计 然后后来有一个银行家去吃饭的时候 发现这个人气欲鲜傲 记住了 这是一个人的格局 这个在我们接下来那么多的课中中 都要让你们去学习 如何评定一个人的格局 如何去感知一个人的格局 那么你们中间今天来了很多老板 那么甚至很多大公司的CEO都在这里学习 好 那你将来你的属下 谁能够成为你的左臂右吧 那你就必须知道他的格局是什么 他的量级是什么 然后你如果是误用了一个人 他不是这样的格局 不是这样的量级 那最后就把你的事业给全盘毁坏了 所以这都是可以量化的 所以是那么有的人说 老师那么一个银行家看一个小伙计 他有什么能够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呢 这个举个例子你们也知道 我们现在出去 去小印度 然后呢 看一个人穿着西装领带 收拾的 油头粉面 然后很帅 穿着皮鞋 你一看 打工的 外劳 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再看着张卜生 穿着一个大裤衩子 穿着个大拖鞋 然后穿着一个T恤衫 在那个路上怀了怀了走 你这一看老板 给张卜生个掌声吧 他看见老板了不知道掌声 你们不要听着听着都睡了 就没气了 他要能够醒过来 那你为什么能看到 他马上就看出来不一样了 这个实际很简单吧 这是乘于内形于外 一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料 实际上你打上眼 有经验的 像我们五六十岁的人 打上眼一看就知道 这是个什么料啊 这是什么 这就是这个人 他在做任何的决策的时候 他自己内在的思维高度决定他了 这个虽然衣服衣冠楚楚 但是不是个什么高级的人才 就是个打工仔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么我们不太难去学这些东西 很容易学会 因为你自己都看得出来 老师一点 你只是没像我们这样注意观察而已 真细致一观察 你下次一看 张老师说的真对 这个看起来好像衣冠楚楚 实际上是他里面一堆草包 绣花枕头 没什么本事 所以大家要懂的 这是格局 是思维高度决定了一个人 那么我们怎么去改变它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技术方法 不是光一个界定而已 那你要去改变你的思维惯性 突破才可以 刚才说这个银行家看到这个小伙计 然后就觉得太可惜 这个人才 这个难得的一个人才 那么他怎么在这端盘子 他就问这个小伙计说 你为什么在端盘子 他说我不端盘子我干什么 你说的倒怪 他说那你这个没想做点别的 他说我怎么能做 我是个笨蛋 你看这个有智慧的人都说自己笨蛋 不像你们说我很聪明 然后这个银行家一听 挺稀奇 还有人说自己是笨蛋 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是笨蛋 他说你看我小时候 我爸妈说我笨蛋我不信的 我在幼儿园小朋友叫我笨蛋我不信的 到小学 从老师到学生 这个同学都说我笨蛋 我还是不信的 到中学我终于相信我笨蛋了 为什么 我考试总是不入人 学习不入人 考试成绩不入人 说我既然是个笨蛋 人家将来都能上大学 我上不了 我还念什么书啊 我不干了 我下来做伙计 然后提前比他们多赚几年前 好攒钱 人家将来工资高嘛 我工资低 你看他是不是笨蛋 人家不是笨蛋 人会算教 然后这个银行家就跟他说 那你从来有没有想过 你这个做点什么生意啊 你不要来这个打工啊 他说想过 想过有什么用啊 我也没有钱 后来我一想是笨蛋 也不要做了 还是老实打工好了 所以你们不肯给老板老实打工的人 实际上都不是笨蛋 这个话不太好听 是一个真笨蛋 跟老板老实打工的人 是不是笨蛋 要反过来说 然后呢 最后这个银行家说 那你都想做什么生意啊 他说我想做做做这个 但是我想想而已 又没有钱 谁会帮我这个笨蛋 然后说 不要做 后来这个银行家说 那你这样 那你有什么想法 咱俩合作 然后呢 赔了钱 算我的 我出钱 你出主意 你出劲 然后咱俩评分 然后赔了钱都算我的 这个笨蛋一想 哇 这一个大笨蛋来了 这哪有这么算账了 赔了都算他的 然后赚了我们俩分钱 那这没有压力 这挺好的 上天就试试吧 结果不得了 一下子打转 因为他说那些人真笨蛋 那么到商机都看不见 在他眼里到处都可以赚钱 所以是一个人 如果是没有这个银行家去赏识 然后这一个孩子呢 就永远成笨蛋了 就这一辈子就是一个靠打工 养家糊口的人 恰恰经过了一个智慧者的点拨 有智慧者的赏识和帮助 然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模式 改变了生活 因为思维模式改变 格局的改变 最后导致了生命高度不同了 最后成为现在的世界大亨 所以这个世界千里马到处都是 伯乐不常有 那么在座的各位 你们是需要一个伯乐 需要一个赏识你们的人 需要去点拨你们的人 那你们只需要虚下心来 肯去学习 受人点拨 受人帮助 那你就可以彻底的改变自己的智慧高度 启动自己本有的第八意识 灵感思维 乃至第七意识的 做一个高级白领的思维方法 那么上升到灵感思维的稳定性崩发 那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一个 这个世界伟大的人 那么在你终极人生 这一生走到底的时候 也可以实践在世间一个终极高度 也就是你没有白活此生 在世间法上可以获得最高的成就 那就是第八智慧的使用 就是阿赖耶识灵感思维的全面启动 灵感思维在五大系统的教学中 都成为一个仓库一样的智慧 大家知道你们来我的这个房间 教室看到有一些图书在货架子上 但是你们知道 如果你们去了国家图书馆 那里面会有多少藏书啊 所以是第七意识实际上只启动了 我们今生的一些仓储在自己仓库里的图书和知识和经验 到第八意识的时候 他就是启动了整个图书馆里面仓储的智慧和经验 当然这个在我们今天讲智慧 终极智慧的时候 我不想牵扯到更多的引起争议的话题 但是在这个终极智慧的教学体系中 通常把这个像图书馆一样的仓库 称为第八阿里耶识 称为种子识 又叫藏识 按照他们的说法 它是你过去生很多很多过去生储藏的记忆智慧经验 都藏在这个第八阿里耶识里面 所以当你能够去使用第八阿里耶识里的智慧的时候 你使用的不是今生所学的智慧 而是过去生生世世累积的智慧 告诉大家 我们如果从DNA学说 从基因学说中 可以看出这个说法的科学性 我们不讲你有过去世 我们只讲你今生从哪里来 你今生从父母那里来 所以你的脑海中在智慧库里 你会传承着你父和母的通过DNA传递过来的智慧和知识和经历 这个叫记忆 今天科学家已经把DNA解读成最大的云丹记忆库 就是说我们在人体中最大的仓库不是你的大脑 是你的DNA DNA它是一个像云端一样的无限量的一个记忆体 那在这个记忆体里有什么 当然就有你父携带的基因里面的记忆体 这个叫物质不灭 有母携带的基因的记忆体 那么这样下来父有父母 母有父母 父的父母也有父母 母的父母也有父母 所以古代特别重视九族传承 九族传承 也就是你从太爷爷 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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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爷爷往下 所有的经验知识 经历的事情 实际上都储存在你的DNA中 都可以在大脑的屏幕中进行转换和展现 所以你才知道古人第八那野史多么厉害 这个仓库多么厉害 但是要用观照般若 才能进去第八库里面去使用这些智慧 这就是终极智慧教学中 要有technology要有技术方法给你 只是光知道你还不会去打开这个宝库 那么上去第八 有没有第九智慧 现在可以跟大家讲 第九智慧就是终极智慧 你现在的仓库还只是从父和母 或者是从过去七世父母那儿 携带来的一些基因的记忆体 作为载体携带来的 这个量还太小 假如你进去第九智慧的时候 你使用的是整个太虚空里的智慧 叫近虚空 变法界 无处不适的智慧 老师怎么去找这个 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很长的课程体系 来给大家展示 并且让你去真正的获得技术方法 去打开这个第九智慧之门 这个门很小 你们知道有一个电影叫芝麻开门 它比芝麻还小 这个点很小 在你的心中叫心中心 把它打开 当然不是你的肉团心 当然这个在智慧课程体系中 我们慢慢地去掩饰它 那么还有第十 还有第十一 第十我们可以称之为 能现万法的一种智慧 就是宇宙虚空生命实相和宇宙真实相 会在你的这一个像帝王猪一样的 球形的立体的一个智慧里面 一个点中全部显现 第十一 第十的智慧是什么 第十的智慧是能够改变 叫能造万法 我们知道老师现在看到对面的书架子 看到一本书摆歪了 这就像我拿着一个镜子照见 但是我在这个镜子里 想把那个书摆正了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只有走到那个书架上 我才可以把那本书给摆正了 到第十智慧的时候 我不需要走到那里 我就能够在当下改变那个书的位置 这个叫能造能变 能化变 能创造 心能造万法 这是第十的智慧 它比第九高出于大截子来 那么还有个第十一的智慧 第十一的智慧 我只是在这里先给大家点一下 当然我们在详细的课程体系中 会一一的给你用经典 因为我们这次 如果是大家真上这一堂课程 我们是大概要用五十讲 没讲呢 大概我们大概要用三个小时 也就是一百五十个小时以上 省着更多的时间才能给你们讲完 所以是会一一的去分析 那么第十一的智慧是什么 第十一的智慧就是 你坐在这里 不正的自己就变正了 不用你去看 也不用你去用心去改造它 你心不用动 你在这 自己周围的东西全都有序话了 全都导正了 这就是厉害 这就是第十一的智慧 那么大概我们这个纵向的走线 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 我就给你理这么一点 你看出来了 这是原来老师今天从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这个国家 那第六是什么 第六就是模仿 刚才讲了 这个第六意识的智慧 实际上是动物和我们人 灵长动物 不是普通动物 灵长动物和人工具的 什么意思 就是 它叫惯性模仿 比方说海滩会表演 你觉得它很有智慧吗 不是 这是最高 它启用的最高就是模仿 它不会思考 它要会思考 它会让人去表演 它给你鱼吃 不是人给它鱼吃了 它就会指挥你了 所以它不会 它只能去为了那口 吃那个鱼 然后它就去模仿 猴子也是这样的 但是人会思考 会思考 所以是在动物中脱颖而出 是超越普通动物的高级生命地 所以我们不是动物 动物最大的本事就是模仿 超出了之后就没有了 那再往下 还有前无始 它的这个低级的智慧 我们今天的时间就不再给大家讲 那么在课程中 我们会让大家去明辨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人生的高度 也就是说你要高起所高 你一定要提升自己的思维力 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 改变自己现在的固有的思维模式 那么你这样 你才能真实地改变人生 改变你现有的格局 而变成一个为人格局和了不起的 一个大智慧者 那么大家看这个横向的轴线 横向轴线刚才老师讲过 它是一个广度的一个代表 广度叫广大 什么叫广大 就是你的影响力 号召力可以影响到一个很广大的范畴 那你要想影响别人 你一定要做到具备德恨 这个传统不叫德行 叫德恨 恨是什么 恨是行动结出来的果子 叫恨 行是行动 德行只是行动 德恨是结成的果子 由德行结成的果子 叫德恨 那么这个大家看到横向轴线上 展现出的是一个标志点 那么它是由人意理智性 五种德来做标示的 那这就是大家知道的 我们经常讲到的五轮五刚五常五德 这是一个维系人类社会 在有序化正当化发展的所必须的基石 一个社会是否达到了一个文明程度 实际上就要看整个社会群体的身口意表现出来的外在的外向 是否真正符合了这五种德行 身是身体的动作 口是嘴里所说的话 意是你的起心动念 那在这里起心动念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你的行体行为 人体行为表现出来的东西是否符合道德规律 是否符合武德 这是看得出来的 比方说在地铁 在公交车 一个人会跟老年人抢座位 会跟孕妇抢座位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是通过一个行为告诉这个人严重缺德 这个行为就已经表现出这个样子 我以前雇过一个员工挺有意思 有次是上边来哭 一个小姑娘 哭得稀里哗啦的 然后大家就关心她 说你今天为什么哭这么伤心 她说我在地铁上有人给我让座 你们笑什么笑 然后大家就问她说 这个为什么跟你让座吗 他们看我肥以为我怀孕了 看下我们新加坡真文明 但是把她搞哭了 这个说明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行为展现出的一个文明程度 大家看着她肚子大 觉得她怀孕了 我就有点倒霉 因为我是男的 肚子很大 没人给我让座 这个是个女的 肯定走哪都也给我让座的 一看她肚子不知道几个月了 这个说明了一个文明程度 就是你的行为 它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内在的修养 德行的一个表现 那么还有你的嘴 嘴为什么会说这个话 嘴说这个话实际上是 你的心里有这个 你才说出来 你的念头有这个你才说出来 当然我们今天就是可以隐藏了 就是心口不一致 我心里怎么想嘴上不说 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功夫 但是实际上在某些场合 你这个发脾气的时候 你还是蹦蹦蹦蹦 全都说出来了 竹筒倒豆子倒出来了 那就还是心里有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言语实际上是你的意念的 外在的彰显 那么展现出来的身口意 是否符合道德律 这就是鉴定一个社会文明程度 是否文明的一个标准 那么用什么来形容 用什么来鉴定呢 就是信德 智德 理德 义德 仁德 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高度者 实际上这在我们的道家 以老子为体系的 这个终极智慧的教学中 他有本书叫老子 当然也有叫道德经的 实际上这个博书版叫德道经 无论怎么称呼它 它都是一个智慧的结经 那么在他的这个书中 他讲了很清楚 说诗人而后裔 诗义而后裔 夫裔者忠信之博也 而乱之手也 什么是乱 你的信德丢失了就乱了 所以这个从人德到义德 是一个倒退 从义德到理德是一个倒退 从理德到智德是一个倒退 从智德到信德又是一个倒退 就是一层一层的第一级的德行 所以也证明了 人义理之信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不是一个高度 它是从高到低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了 那么我们是从低到高把它排列起来 所以这个体系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人间社会的文明程度 是否达到一个高度的 那如果是达到天下皆人这个水平 就是包容 慈悲为怀 这在我们新加坡展现的特别优秀 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 不分什么皮肤 大家都是一家人 都叫新加坡认 是吧 好像是不是这个 但是这个是人的一个彰显 就是我们的国色如是 你不要分我们是什么皮肤 我们是什么种族 大家是一家亲 在一个国家 一个团体里面 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应该是一家亲 那这是人德的一个彰显 义德是什么 义德是担当 就是担当 我为这个国家要担当 大家活得很累 实际上我们如果只为自己活着 会很轻松 我们累是因为我们要为父母担当 我们累是因为要为儿女担当 我们累是要为兄弟姐妹担当 再有大义德的人 是要为天下人担当 是为这个社会更文明 是为我们的这个地球上的整个生命 都解脱这样的一搏晕天的 天下兴旺 匹夫有责的担当 这是大义令人 大义令人 所以这个义德是担当 不是什么 这个你们请老师吃饭 然后你们总是买单 这个叫仗义 这是义德的一个展现 但是这是小担当 大担当 是把众生担在自己的肩上 天下事都是我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是一种义德的展现 那么理德 理德是尊卑 我们为什么要不停地向上 我们不停地向上 是因为要获得别人的尊敬 我们是一个 人类是一个群体生命 和谐共处的一个群生生命体 所以我们不是自己觉得自己不错就行了 我们是需要得到认可 得到别人对我们的尊敬 得到别人对我们的尊重 那这是理德 所以我们要向上 我们要自律 我们要奋发 我们的财富要得到满足 我们的社会地位 要有一个足够高的地位 通常按照传统来说 这是一种错误的念头 实际上告诉大家 这是一种正经界 正经界是大得必得其位 大得必得其卢 大得必得其受 什么意思 你的俘虏受洗 原来是得转换出来的 换句话说 你的地位还不够高 你的财富还不多 你的薪水不够高 你的社会地位不咋地 是因为你的德 没有那么大的感召力 所以你没有得到 别人对你的尊重和恭敬 这是理德师的结果 你如果是奋发向上 奋勇向勤 正经界 那你这些都会得到 那古代通过死后 盖棺定了以后 对你的祭祀礼 使用什么样的级别的礼 来决定了你这一生 有多么尊贵 说有天子礼 有大父礼 有属民礼 并且他规定的很清楚 如果是一个大父的父亲过世了 这个丧礼 只能用属民礼 因为父亲是属民 虽然你是儿子是大父 是朝廷的高官 但是你不能用贵的 大父的礼去葬你父亲 否则你是僭越 父亲过世之后 你的祭祀 你去祭祀自己的父亲 你要用大父礼 因为你是大父 所以是荣耀自己的父亲 去用大父礼祭祀自己的父亲 而不能用属民礼 祭祀自己的父亲 父亲是大父 你是属民 父亲红 就是父亲死 要用大父礼 葬礼 祭祀的时候 你只能用属民礼 你不能用大父礼 所以他通过一个礼 来展现出一个人的尊贵 一个人的尊卑 这样就有序话 大家就不争 就不乱 那么智是什么 智是智慧 人最怕的是愚昧 但是这个智是什么 就为智者日增 就是你每天通过知识和经历 所获得的经验和学习到的知识为智 所以它并不是很高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智跟你不学无数是相对应的 很多人不学习 不学习经验 不学习各种的知识 说不学不会 所以他只能做很低级的工作 这是我们人 作为一个人 那么在第三第四德上 你要有智德 如理思考 不搞迷信 不搞崇拜 理性思维 理性思考 那么再下去退下去是什么 信德 信德是什么 这个在孔子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什么意思 就是这是人的最低底线了 如果你连这一个德行都没了 换句话说 你就不是个人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所以你怎么还能做一个人呢 不配做人呢 那这个信德是什么 信德是要知道自己是谁 这个信不是你们理解的信誉 这个信德是你要知道自己是谁 你们到底是谁 我是张卜生 No 你现在张卜生是 现在叫张卜生 你小时候不叫张卜生 还有个乳名 你在小的时候 在母亲肚子里 还没有名 你在小的时候 你是个卵细胞 你在小的时候 你是个小点 这个小点就有点意思了 那么 在佛法里面 佛家体系里面 他称为你是如来 如来是不生 不灭 不来 不去者 如来也 就是你生也没有生 因为是因缘生 是因为父和母的精卵染了你 才因缘上 缘起上 生出一个张卜生来 这个父母的缘 尽了以后 这一生 给父的还掉 给母的还掉 你那个灵明 静点 干净了 又回去做你的灵明 静点了 那做一个灵明 静色点的时候 你从来也没生过 你从来也没有死过 这就是信德 这就是你要知道 你是谁 因为你不知道 你是谁 你真的白活了 你不是个人 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今天多少人 不是人呢 整个人类几乎都不是人呢 几乎都张扬到 我是张卜生了 我多么伟大 我多么能耐 一个魔性的张扬 失去那信德 极其可怕 当你知道你不大 你是个小名点的时候 哇 你很健卑 为什么 我是个小名点 他也是个小名点 只不过他是个女生 我是个男生 我们在这个名点上 没区别 那个时候你不张狂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这个信是要相信自己 就是如来 那么在老子的教学体系中 他就叫是道 这个点是道 是阴阳放光生出来的 道生之的道 它是空的 它是透明的 它是不生灭的 这就是道 你要知道你是道 如果你在老子体系中学 你要认知 我是道 我不是张卜生 张卜生是道生出来的那个东西 但是他等他缘分尽的时候 张卜生也不存在 所以这个万法因缘生还从因缘面 然后乳学 称为仁 不是仁义的人 仁是仁义的人 慈悲包容 仁 仁是什么 仁是果盒里面那个心 核桃仁 核桃仁是外壳打了以后里面的核桃肉 苹果仁 杏仁 杏仁路 是杏子吃了 有一个硬壳 硬壳砸碎了以后里面的那个仁 仁是什么 有两半 两半就有阴 有阳 有中 叫仁 乳学叫仁 道学叫道 佛学叫如来 那在基督教 基督这个传承系统 耶稣基督称为上帝 上帝生了万物 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 他上帝创造万物 今天科学家说 光子 他创造了你以后 他在你身体里面就是那一点心 那一点心 那一点光 你离开了这一点光 你就死亡 你的肉体不离开这一点光 你就会活着 哪有什么迷信成分给你们去搞啊 今天的宗教 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个让很多人错乱时空 误以为你是奴隶制时代的奴隶 去依附一个人 物理为是封建地质时期的犬奴文化 你是一个有主子的人 然后你属于那个主子 你是那个主子的农才 有个好主子 你就荣耀了 这不是大清帝国的那个农才相和主子相吗 是不是 那个这叫犬奴 你做了人家的狗腿子 做了人家的农才 你以主而荣耀 你是一个主人 主人是富豪 主人是一个大官 你是主人的一条狗 别人也不敢打你这条狗 因为打了狗 主人会出来给你成药 这是背离了信德的 极其有害的宗教体系 我们在中世纪 欧洲的基督教体系 出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我是代表神在说话的 我这个教皇 我就是唯一正确的 那个时候他们说 我们的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 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 地球是宇宙的核心 有个哥拜尼出来说 不是 是地球围着太阳转的 后来他的布鲁诺 他一个学生出来传道 说我的师父研究证明 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 结果被烧死了 到今天教会还没给个说法呢 说是今天的宗教 为什么我让大家跟宗教划清界限 不要做犬奴 不要做人家的狗腿子 不要因为我的师父是谁 不要因为我的山头是谁 我是某某大师的 我是某某山头的 我是某某帮派的 今天的基督教已经分解成三百多个教派 天主教也分出若干的教派 今天的佛教更是四分五裂 宗教好 他欠人向善 但是这不是真正的终极智慧的教学 终极的智慧的教学是要告诉你 你是那个如来 你是那个道 你是那个上帝 你是那个真人 所以大家要明白你是真种 这是信的 在这个方面我们丢失了 说人而不信不知其 可以 我们白活了 我们白活了 说是一个信德的建立 不是在于你信一个人 信一个帮派 信一种宗教 信外在的某个东西 而是相信 我就是那一点真光 我就是那一点真种 但是你只是真种 你需要用土去栽它 用水用干露去浇灌它 你要防病虫害 你要小心的客户保养它 那你就可以解成真正的果子 可以利益他种的果子 说我们的信德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在建立这个基础上 我们取信于人 因为人跟我是平等的 这里没有高低 我是如来 他也是如来 平等性展现出来了 所以说我骗他等于骗我 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我为什么要骗他 我骗他等于骗了自己 因为我们俩都是如来 不骗了 这才有真的信于保证 才可以言说必行 才有信于的担当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人 最低的底线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 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了 就是反向走线 你越过去了 十字交叉的点你越过去了 越过去以后你到了另外一个向线 另外一个向线出现什么问题了?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另外的向线 这个将来大家如果学好了以后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已经失去了五日三行五身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但是我们真的在学习这样的终极智慧体系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着使用这个方法 也就是伊斯兰教现在人家还保留着每天五次的礼拜 这些五次的礼拜 他们都在闷心自问自己 反省自己 那这个反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看自己是否失去了这五种德恨 失去了这五种德行 大家看大屏幕 当我们从信德退了 失去了最后的这个信德的时候 就会到另外一个走线 另外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就是导致我们的思维高度很高 我们也知道有第八、第九、第十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已经从人、意、理智、信、武德 已经悖逆而行了 就是悖武德而行了 首先是信德的缺失 导致了我们不再内信自己本身的灵光 而去迷信于外在的东西 这在释迦牟尼的遗教经 也就是最后的涅槃经 它要离开我们这个世间的时候 它特别强调 就是要一法不以人 但是今天因为你失去了 你就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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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上帝的信念之后 开始找人去迷信 这个时候就从正信 堕落到迷信的怪圈里面去了 这一堕落了迷信的怪圈以后 我们因为失去了自己的本我 真我 然后我们什么都开始怀疑 就产生了疑情 什么都怀疑 人家说什么你都怀疑 那这个时候就是展现出了 不是五种德横 是五毒泛滥 这五毒是什么 贪 臣 吃 疑 慢 无毒 疑就是不信 或者叫非信 吃就是非智 就是不智 失去了智德 这个慢 大我慢 觉得谁都不如我 我是最厉害的 我是最优秀的 你凭什么就不听我的 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都是对的 我是最聪明的 我是最有本事的 这个就是我慢生起了 慢生起了 读出来了 那么真正的得是尊卑 就是你是在什么位置上 你就坐自己的位置上 就各安其位 各尽其分 不僭越 不冒充 不乱行 不扰乱这个世界 然后这是慢的毒 是自己迷失了本位 迷失了自己的本分 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比方我们今天看到的犯伤作乱 我们是反对的 我们就一切反对 对国家 对社会好的反对 因为我是反对的 我必须找理由反对 这是我慢 你反对是为了建都 是说他不对了 我要反对 我要校正他 为国为民有力 今天这个要修一条马路 要改造机场 为国为民都有力 我是反对党 要反对 因为我是反对党 我必须反对 我慢 这是什么民主 这是他们的民主 犯上所来 违背正道 违背客观现实 错了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毒极其有害 尤其今天 自以为打着民主的旗号 到处泛滥着的这种大我慢 不听我的就没完没了 非得依着我了 我才烟气息骨 否则我就大闹天空 没完没了 这是一种什么 所以是大家看 魔道非人 这在我们的六道里面 可以界定为阿修罗道 我们只是借用个名词 因为我这不传宗教 在佛的释迦牟尼的教学体系中 圣终极智慧教学体系 就叫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是什么 就是有天人的福气 但是没有天人的得横 有要解脱六道 然后成佛成圣的愿望 但是所作皆非 口是心非 口上说是这个样子 心里不想做 心里想的是贪嗔痴宜漫 不小心通过自己的行为的 深口意会展现出 这种极端的自私自利的 极端祸害社会 祸烂社会 混乱这个世间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这样的两舍 当着人家面说好话 背地里说人是非 这是哪门子的正道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妄语 这就是妄语里面的两舍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么这个 失去了这个 理德之后 上去失去 义德是什么状态呢 义德 是担当 他这个就是推卸责任 一切我做的坏的 都是你们做坏了 功劳都是我的 这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 好事都是我的 做坏的都是你们的推卸责任 然后不去管事实 事实上是真的 是你的功劳吗 还是你只是冒名顶替 拿着人家的功劳 魔性就是这样 我不管这一切都是我的 一切都是因为我而成功的 然后没有我 你们想啥都不行 这不是担当 这是土匪 这是抢劫 抢胜利果实 这是什么 这是义德严重失去的表现 人德是包容 是慈悲 是爱护 是平等 别人的子女也是子女 我的子女也是子女 说爱无老 以及人之老 爱无幼 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这个大慈悲心 大包容心 大爱心的展现 那么在非人这个地方 极端的自私自利 为了我的孩子 为了我的学生 为了我的组织 为了我的什么 这里面严重的有一个我值 这是贪 这是贪 叫贪的无厌 一切都要是我的 不是我的不行 不是我的就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要用这个来鉴别 就是嘴上说着要红法立生 嘴上说着我们是什么传承 那实际上他展现出的行为 他的口的所说 他的意念的所动 他的行为的所展现 结果是磨性的 这就很可怕 那么今天在基督教组织中 那么我们知道有些组织 不用圣经教基督教 那么说用什么 唱歌跳舞 人多了去了 然后来了就是疯狂 喝酒 然后嗨 然后闹 然后大家很开心 这就是基督教 这就是耶稣的教法 好像耶稣不是这样教的 这是披着羊皮的狼 挂着羊头卖狗肉 这是模型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间和空间 离圣者教终极智慧的这个时空 已经过去两千多年 我们何以分清正邪 何以分清魔道 什么是魔道 请大家用 仁义理智信武德 去鉴别 心明眼亮的去看对方 嘴上说什么 实际行为和所说 是否是在贪 忏 痴 痴 乙 满 忏是嫉妒 该做事的时候不做 该担当的时候不担当 然后嫉妒人家 人家做了诽谤人家 说人家的是非 说人家的坏话 忏恨吗 恼羞成怒吗 所以这个时候就诽谤恒生 这就是忏 这就是贪 忏 痴 乙 漫 的忏恨 是严重的失去义德的人 展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 人家那个不错 这次被选上太平绅士的 他有什么了不起 我是没去显 我显得我比他还厉害 忏恨 忌妒 所以大家没有随喜功德 随喜赞扬 不错 人家值得我们学习 以前人朴实 都是这个榜样值得我们学习 你看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立个榜样 完蛋了 透明星子把这个榜样给淹死了 嫉妒 忏恨 他呀 那算狗屁 他那点什么什么 你不知道他家里什么事吧 他祖上什么事 他八辈子缺德是怎么回事 他今天那个小样得搜着 你看 忏恨 嫉妒 没有随喜功德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魔 这是你心中的魔 那除了心魔还有什么魔 还有天魔 还有地魔 还有人魔 还有鬼魅之魔 为什么有的人说 老师你这个体系能不能简阅的讲 我说可以简阅讲 今天一堂课 你们听完了就下课了 但是如果负责任的讲 怎么讲法呢 嫩眼睛 在释迦牟尼的终极智慧的教学体系里面 讲了五十种阴魔 这五十种阴魔 是色、受、想、行、使 各十种阴魔 色阴魔 受阴魔 使阴魔 想阴魔 行阴魔 这五十种阴魔 这五十种阴魔 释迦牟尼在《楞严经》用了两卷来讲 你说老师要给你讲多少堂课 那要细细的让你去辨别 哦 原来这个不对了 哎呦 这个也不对了 那我外面看的那花里胡哨的东西 原来都是在魔的境界里 那你这样才可以远离 你这样才可以 是一个终极智慧的拥有者 所以光这个没有十堂课 听不完 快讲也要讲十堂课 八十刚才老师讲了 从前五十是什么 细细的给你分 第六意识是什么 第六意识有什么功能 要注意怎么去提升它到第七意识 第七意识又有什么特征 第八意识它是怎么来的 第八意识有什么特征 怎么从第八跑到第九 第九意识又是什么意识 第十又是什么 这一堂课没有十讲 你也别想听完 因为我没那么聪明 你是很聪明 一听就会 我的嘴就一张嘴慢慢给你讲 好 下面讲五的 老师讲五的 讲五的横向五的 横向五的对应着上面是 美中德十一个格 你看见了没有 也就是说你从信德上开始讲 有身之性 耳之性 舌之性 然后鼻之性 然后眼之性 然后第六意识的性 第七意识的性 第八意识的性 第九真信 第十信 然后能够转换成东西 然后第十一是自然之心 这个你看这是武德 他不是啊 他武德的深度呢 武德的深度在哪里呢 你说你一个信 你是什么信了 你是一个什么次第的信啊 所以最少是九次第信 九次第人 九次第理 九次第智 到底九次第才归真 才是真的人意理智信 否则前面都八 还都是有染的人意理智信 但今天你们听的 人意理智信 不就是个人意理智信吗 哪还有这么多东西 所以大家要知道 要珍惜 老师肯讲 人家是十年磨一剑 十年磨牙 这个宝剑 这个有一个宝剑名叫磨牙 是一个工匠用十年打造的 结果是起力无比 削铁断金 然后老师是三十年磨一剑 三十年聚造了这一个智慧体系 那么还有呢 还有横向走线 我们刚才说磨太可怕了 你一定要知音使磨过大观 你才能今生不被磨罗 不被天磨地磨 鬼魅之磨人磨 你自己的心磨所征服 而脱磨罗网 然后走向人间正道 那么我们在武德的这个红空间上 看到的 看到的然后是人意理智信 再上去是什么 天地人 这个大家知道是八德立人天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集子里面 所以这个天地人三才之格 天地人加上人意理智信五德 是八德立人天 也就是说你在天和人都要有利的话 一定要提到八德 所谓的八德就是在天地人五德之上有 而在人意理智信五德之上有天地人三才之德 也就是说天之德地之德 人之德 人之德是什么德 我们该要讲 因为人之德也有九次第 地之德也有九次第 因为九次第上去是十十一 基本上是在一个次第里面再分三个档次 九九归真 到九九归真了 然后这个人德是什么德呢 就是你不是只是个人 你已经是要为这个道 要为如来 要为上帝做事了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上帝把万物交到人的手上 让人做管理者 做万物的灵长者 这也在佛经上告诉我们 人是最尊贵的 人身一德 难得 狭满的人身是最难得的 所以那么人之德是什么 人之德已经不是关心人的事情 他已经做了最大的环保者 关心这个地球上的小生命 从蚂蚁 温虫 到草木 到所有的地球上的生命 那都是人是大总管 人是替上帝来打工 来照顾这些弱小者的 那这就是人之德的展现 不破坏高山 不破坏平原 不去阻弹江河 一切维护着自然的一个 因果律的自然协调 和谐共处 这是人之德 地之德要求我们什么 要求我们向大地 这个大地 不分善恶 不分好坏 不分美丑 他用自己的怀抱抱着我们 无论高山 无论矮山 他用自己的脊梁 把他挺起来 海再深 海再大 他用自己的胸怀 去包容他 这是大地 没有说恶人 我就弄个缝 把你掉下去淹死 没有善恶 超越善恶 说到了第七德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了不起的人了 好人你也帮 坏人你也帮 那这是站在一个大地地母之德的 这样的一个高度上 去担当 像母亲对孩子一样 无论孩子是否是孝顺 还是不孝顺 越不孝顺的孩子 父母操的心越多 越孝顺的孩子 父母越没有时间去理你 这就是地母 大地之德 我们人要效法大地 人法地 人法天 要有这样的情怀 要有这样的担当 说地球的生死存亡 地球上的众生的生死存亡 已经在你的心中 挂怀着 奠念着 这是地之德 然后天之德呢 到天德 是除地球以外的虚空 都为天 这个天 是包容了所有的星球 包容了所有的 有形和无形的 世界里的所有的一切 当我们拥有了天之德的时候 你无所不包 无所不包 无所不化 地是无所不包 有一些东西它化不了 天不是 天达到了化境 可以使众生改变 因为它是父 地是母 地是一味的慈悲 天是大化 大包容之后的大化 所以我们拥有了八德的天德的时候 如果按照我们终极智慧的圣者教育体系中提到的就是 你合一合六欲天 十八重四界天 四重四空天 然后里面的天众去打教导 因为你配去和他们打教导 否则你不配 因为你没那个天德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八德 每一个这后面的三德也都有九次的 是需要细细到来 细细品味 细细地去体验自己 是否真的具备了天地人 三才之格局之德恨 那么在网上我们还看到了第九德 第九德是纯德 纯德是无量光明 可以叫无量明体 这个在我们传统终极智慧里面 你要见明体 记住这句话 不是知明体 在讲天德地的人德的时候 不是知天地人三才之德 而是拥有此三才之德 然后在第九的真德 具备的真德的时候 是无量明体 这个叫明体近义 义是造义很深的义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终极智慧 最终你要大明忠实六遥皆阳 因为你超越了天 天地人 超越了众生 仁义理智信 你都大明了 你都大明了 这就到了第九了 大明忠实六遥皆阳 一切在明体中 从此不再迷雾 明心了 到了第十叫见性 所以他就 见性是什么 性是一个树心 一个生命的生 树心展开出来是一个DNA链条 然后生生不息的所有的生命 源自于DNA的 DNA是密码 所以是见性者是能生的意思 明心还不能生 见性能生 生什么 所以在乐年经中特别强调 性一切 性什么一切 性空 性本身是空的 但是性空真火可以从性空中出来 真水可以从性空中出来 真土可以从性空中出来 我们华族文化说的地水火 那个金木水火土 一切都是从性空中化现 性空中诞生的 在按照 释迦牟尼的 终极智慧教学体系里面 它是讲地水火风空 都是从性空中化现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要达到 第十德的时候 为什么叫大圆满 为什么叫圆满之德恨 因为你一切都不缺了 你要什么 画一下就出来了 有人说这个是想象力 不是 在课程体系中你知道 这完全不是什么想象力 是真实的画边 宇宙天地就是什么大画出来的 就是一大画边 一大画成 一大变化 最后变化归空 成住坏空 成住易灭 生老病死 都是一大画边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第十德 你拥有 你拥有第十德 一切可以化现出来 这个在我们传统叫修心 你修道德心 修天地人三财心 修人意理之心五德心 那么最后 叫道法自然 第十一德 是自然之德 自然之德 无人 无一切横顺众生 所以是阴影众生 而自然而然的 满愿 这是最高的第十一德 已经没有我要什么了 我要画什么了 我要变什么了 没有了 完全的 道法自然 那么我们看到的后面的八德体系 以及后面的五德体系 这个六德 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又来自我们伟大的 终极智慧的教育者 老子 人法地 往上看 人法地 地法 天 天法 道 道法 自然 这个体系是谁的体系 有人说张不成发明的 发明是对的 但是不是张不成的 他完全是圣者的一个教学体系 也就是一个终极智慧 他怎么教你从五德上升到八德 八德上升到十一德 这样的一个终极教学 终极智慧的一个教学体系 刚才我们用了纵向体系 是用了我们佛家的八识理论 从第八阿赖耶识上去 第九叫阿姆罗史 阿姆罗史之上 里面内含三个层次 把它展现 罗列出来 可以有第十第十一 那么这个体系呢 大家就看到了 这个体系的纵向横向 那么大家看到了 这个大屏幕上的两个区间 那么再看 我们既然是向上的有一个正向轴 那么它也有一个向下的一个附向轴 向下的附向轴 我们就看到了 整个的思维意识开始产生蒙昧 就被昧住了 比方说狗 狗它的堕落在哪 它吃这个人的粪便 它觉得很香 那它的蛇就被昧了 蛇可以变香 可以变味道 它已经吃不出来 那个是很臭的东西 很肮脏的东西 那猪 猪它是为什么肮脏 它的身体 它可以自己尿的 自己拿的那个粪坑 它可以在里面洗澡 它可以在里面打滚 这个身的魅了 身灵魅了 完全失去了辨别力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畜生道的空间 也就是你在思维上不高去所高 你只是追求一个享福 追求一个享受 你也遵守了法律 遵守了十一德 看见没有 这个在绿色空间这个地方 横向的道德走线是正的 只是它的这个灵魅了 我们叫一灵不魅 它这个灵魅了 灵魅了 身灵魅了 然后身不知道好坏了 耳灵魅了 不知道好坏了 然后舌灵魅了 鼻灵魅了 眼灵魅了 然后第六意识魅了 第七意识魅了 第八意识魅了 越往下 魅得越深 堕落的越深 今天我们在教学中 我们在现代教育中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可悲的现象 也就是我们误以为 我们在教我们的子弟们 获得智慧 实际上很可惜 没有智慧 是一种堕落 是一种畜生道的教育 我们让我们的人 子弟们遵守法律 要有情怀 要懂得仁爱 要懂得人意理智信 天地人没人教了 讲到人意理智信 还有人讲 遵守五轮 五刚五常 引起在我们南洋地区 这个教育 还保留得很好 在学校教育中 还在贯彻着 但是很可惜的 就是在灵性教育上 忽略了 人要出去 不要在天之下的空间中生存 轮回 当然今天在座的各位 有一些我看是生面孔 可能说 老师你讲到天 你老师提到 有天 有阿修罗 有地狱 有畜生 有恶鬼 那你这个是不是搞迷信呢 记住一句话 老人说的很好的一句话说 清清者上升 着重者下降堕落 什么意思 你弄一个气球 里面充满清气 你一松手 它自动是上去了 这是自然法则 如果你把这个气球里面 装满了沙子 你一松手 它自动堕下去了 这个没有一个鬼神 是命令你 或者是拽着你下去 是你自己的自甘堕落 是因为你中了 你灭了以后 你的身体作为载体 你体内的物质产生了沉重的变化 人间正道是苍苍的追求者 在终极智慧的过程中 把握着修心 把握着修性 修这个灵性的高度 所以是他体内允洁的物质 它是一种轻轻的物质 所以是他在生命终结的时候 他自动会往上飘 一个魅了自己的灵性 然后还坚持着一个道德情操的人 它里面的物质是杂乱的 还没有纯的 重的像岩石 但是是杂乱的 杂乱的最后也堕落了 堕落的不深 堕落到畜生道里去 如果你的纵向走线是堕落的 横向走线又是魔性的 你为了赚钱造毒奶粉 你为了赚钱做毒馒头 你为了赚钱用低沟油 那这些是什么 这是无恶不作 穷凶极恶 贩卖军火 贩卖杀人凶器 甚至自己去为了钱抢劫杀人 越货 那么贩毒 那这样就变成了 你体内的允捷的物质 变成了极其沉重的 像岩石一样重的 这种低级能量体 所以你的灵结束的时候 一定是向下堕落的 但今天的科学家 在量子科学发展到今天 为我们解释了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呢 就是物质有三种状态 以前只知道物质有两种状态 那今天科学家为我们解释了 物质的三种状态 之前的物质的两种状态 是物质是粒子 同时又有波动 所以是波粒二相性 就是物质它是波和粒子的同一体 有粒子必有波动 有波动必有粒子 那么我们可以说 今天科学家解释的第三性 在十年前终于证明 物质粒子会思考 叫量子纠缠 它会思考 也就是说有物质 它就有意识 好了 这就完成了我们终极智慧教学体系的 古圣先贤留下的教育体系中的 思维意识走线 然后物质粒子走线 和波动是道德 新波 新波是道德的横向走线 刚好验证了今天的科学 验证了终极智慧教学体系的科学性和严密性 而这个时候我们又不得不看到第三轴线 就是物质粒子走线 物质粒子走线 这个走线经常被我们今天的所谓的教育所忽略 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离不开粒子 那么就是能量子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生理粒子之主 就是第三终身走线的金木水火土和天地人 和道德和真空粒子 真空粒子走线 那这个就是什么 刚才老师说的 那当你的心和性 心就是心波 刚才说粒子的波动 那么纵向走线是粒子的意识 就是那么终极你的意识 是否能上到一个高度 你的心波 你的道德能否展现到一个广度 实际上决定因素 是储藏在你的心肝脾身肺 储藏在你的颅脑腔胸腔下腹腔的能量粒子体 是阴是阳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所决定的 那么也就是刚才讲的物质的三种属性 横向的是波动属性 纵向的是意识属性 这个深度的斜向的物质粒子走线是粒子属性 那这就是为我们的体系找到了科学依据 因为在十年前才刚刚发现意识 粒子有意识 粒子有意识又为我们解密了一个什么 在终极智慧教学体系中解密了 人死之后没完没了 人死之后你有骨灰 人死之后你有尸体 有骨灰有尸体这就是粒子 粒子刚才老师讲了 有两种状态 一种是波 一种是意识 也就是说粒子死后的物质会思考 死后的物质有波动 它波动就会影响你的心去不停 影响你的波动 它思考就会影响你的思考 它的物质体里面的粒子的结构性 就影响到你的物质的阴阳性 为什么会影响我 基因遗传量子纠缠 你身上有过世人的DNA 它骨上也有你身上的DNA 它通过量子纠缠 影响你的DNA 影响着你的细胞 是转阴转阳还是转成光 转阴就生病了 转阳就健康了 转成光 你就聪明才智就展现出来了 这就是物质的三种处形 决定着你自己这个人的现有的此生状态 那这里面来自什么 来自你今生父母的DNA遗传 也就是父母网上的九族 如果是你有前生前世 那就有过去七世父母的DNA的遗传 它通过第八阿赖耶识的全息携带 携带着思考 携带着粒子 物质不灭 储存在你今生的肉体上 展现着一种波动和一种思考 所以说我们同是一个父母 我们长相不一样 同是一个父母 我们的信念不一样 同是一个父母 我们性格不一样 所以大家要重视 那么这个三轴线 四项线 将来会成为一个工具盘 当你们真正学好了以后 会成为一个工具盘 是让你去量化自己 看看自己今生格局如何 这最后结成的格 是一个一个的格 这个格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一个 六合体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 古人叫方寸 就是你心乱的时候 人说你方寸大乱 对吧 今天还说这个成语 你这家伙方寸大乱 你还是深呼吸一下 调调自己的心吧 调了自己的心 再来想这个事怎么做 你现在心乱不要讲了 这方寸大乱是心乱了 心乱了是你这个六合结构的心 里面的物质尘埃未定 乱七八糟 像这个屋子里 来了沙尘暴 然后整个的对面不见人 然后灰灰蒙蒙 这个叫方寸大乱 方寸大乱是里面的物质 尘埃都起 叫方寸大乱 假如你能够把这个 方寸心里的每一格 细化成每一格 每一格里的尘埃 都把它变成光子 没有尘埃了 那你就明了心了 你的心里就跟明镜似的 明明白白的 那你就不会乱 你才知道 古人说的这些原来在智慧 中级智慧教学体系里 通通是实相 通通不是一种理论上的东西 通通是应用的东西 那你的格是怎么来格的 好 我们来看 先从纵向走线来看 从身灵一个格 耳灵一个格 上去 舌灵一个格 鼻灵一个格 一个格一个格往上舵 记住 它是由三种线组成的 所以是在身灵往上舵的时候 它必然结合信灵 在耳灵的时候 它必须结合 在身灵的时候 它必须结合信德 在耳灵的时候 它必须结合智德 在舌灵的时候 必须结合什么 理德 那么这是二次方 因为所有的变化都是二次方 就是一的二次方 二的二次方 三的二次方 但是你只是看到一个平面格 如果你把里面的物质 再加上第三轴线 是三次方 一的三次方 二的三次方 三的三次方 四的三次方 八的三次方 大家去算 你自己的格局到底有多大 是用三次方来衡量的 也就是说 你的格 你的意识到了第几 你经常使用第六 那你就是六的三次方 你的格就是这么大 你经常使用第七意识 逻辑思维 左思右想 那你的格就是七的三次方 你如果学会用八的意识 就是八的三次方 八乘八等于六十四 再乘八 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所以当你成为一个天格的时候 你是人间伟大的 了不起的天子 你是一个伟人 你是科学界的天子 爱因斯坦 霍金 你是政治界的天子 你是文化界的天子 你是思想界的天子 这窗气量顶了电了 再往上到九就了不得了 九的三次方 九九八十一 八十一再乘九 三九最后归真 一切大方光明 所以人的格是可以量化的了 你现在知道了吗 是真的可以量化的了 但是你的魔性也可以量化的 也是这样一格一格允捷的物质在里面 如果到了另一个空间 刚才说你的畜生性 你的魔性 实际上你如果是真正的展现出来以后 你是可以什么 最后是全部都是可以量化的 你的魔性到底是多大的魔性 你的正向性的到底是多大的 魔性正面也是一格一格的 这就是什么格局 所以你可以界定一个人 他磨到什么程度了 磨到什么程度了 当然这里面也有天磨 也有地磨 也有人鬼之磨 也有心磨 也有五行之磨 等等的这里面 将来我们在五十一磨中 再细细跟大家去讲 这个体系囊过了佛家八十里的 道家金丹玉丹修炼密法里面的 能量转换定律 能量转换方法 如何地阴增阳 把阴的物质转换成阳的 把阳的转换成真的 放出真光 然后光中再产生化变 产生生的化变 心的化变 灵的化变 实现终极智慧 实现终极人生 最后圆满此生 圆满此生 那么这个体系呢 容拿了刚才说 五大圣者教育体系 里面的终极智慧教学的 全部内容 但是以精炼的语言 干练的点性 线性 面性 体性的解读 让你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大概也需要半年左右时间 如果是完全展开讲 到时候看天意 如果完全让你们透透了解 可能要讲一年 也就是由五十讲 扩展到一百讲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你们此生 或者说你们一直在寻找的 一个终端智慧 终极智慧体系 这没有什么迷信的色彩 也没有什么宗教的色彩在里面 那么我们是把圣者 原教义 在他们活着的时候 原教义的东西 剖析开来 让大家见那个时候 圣者是如何教学的 然后如何教他的学生 快速地掌握这些东西 然后去应用 然后最后去成就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告诉大家 这是什么 这是你生命的软件 这也是成功人生的软件 一个人的人生的终点是什么 你是否死的时候是终点 告诉大家 不是 你死不了 这个不是我说 这是什么说 科学家告诉我们 科学家告诉我们 在2013年开始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 4%的物质 我们通过现代的仪器和科学水平 是可以使之产现的 另外的96% 由暗物质 暗能量 暗空间组成的世界 我们的科学仪器完全无能为力 但是 注意这个但是 你们英语叫but 这个很厉害 但是真实存在 意思是科学家告诉我们 不是不存在 它是真实存在 但是以我们目前的现有科学水平 无能为力 不能使它显现 所以现在的高级科学家 已经开始向暗物质世界 暗能量世界 暗物质空间去探索 去发现 去搞深度研究 希望它们能够灵光闪现 能够透彻这个世界 能够把它映现在世人的面前 那这一天到来 我们人类就完全变成 跟现在这种低级状态 只用了宇宙空间的4%的力量 是完全不同了 你会使用96%的空间里的东西来 那这96%的空间 它是起到完全决定性的 所以学终极智慧的人 给自己装一个软件 装一个大圆满的软件 也就是使用这个软件 既可以去4%的世界 这个世间法中 去成功人生 同时又可以在96%的 这样的暗物质世界 暗能量世界 暗物质空间 去自由地翱翔 去支配使用里面的96%的能量 来圆满此生 所以这些 关于96%的世界里面有什么 实际上在终极智慧体系中 大家看到的这个四向线 是可以把它细化成八向线的 但是我们为了节约你们的时间 压缩到四向线去讲 已经足够了 八向线的展开 有待于你自己深度的内证 你可以自己真实地观到 不同空间的 不同的变化 那么按照传统的说 就是六道空间的变化 你可以真实地看到 因为它这里面无非是一个正反 一个八个空间的使用 但是第九空间 我可以明白地告诉大家 第九空间 就是第四平等时所在的地方 也就是超越了过去 现在 未来 过去 现在 未来 都在一个点上 都在一个空间里面 你进去那个里面 你就完成了你的终极人生 如果此生未完成 进入这个中间空间 那此生还有遗憾 还需要来生再去努力 所以是终极智慧 是终极人生 就是不是此生 是人生在整个生命的历程中 终极回归 终极回归到哪儿 这个随着我们体系的教学 会一点点引导大家 那么去看每一度空间 将来我们如果是要有时间 我们会把六一天 一天一天给你们讲 十二重 十八重 四界一天 一天一天给你们讲 然后四空天一天一天讲 完全给你展现出来 无非是一个空间 无非是一个六合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只是说它安理在哪个地方 你怎么进去 见里面的实相 就像你们现在在这个课堂里 那你可以看到课堂里的一切 对不在课堂里的外人 那今天还有一些网络学习的 在音频学习 他就看不到这个课堂 对他们来说就是很玄 但实际对你们来说 一目了然 自然而然 本来就是怎么样 没什么机器 只不说你能够观到观不到 你能不能映现出来 所以大家当然这里面要展开 包括地域空间 一度一度是怎么一个回事 怎么下去的 畜生道 那么是怎么去的 用楞年经里的十二类生 就是我们平常讲四种类生 就是始 化 太难 那么在这个圣者智慧里面 他用十二种类生 就是生命是十二种变化 变化出来的 不是只是四种变化 变化出来的 那这里面都要细讲 这是一个 人类文明到今天 我们借助现代量子科学 量子厂论 量子意识论 量子纠缠论 等等的这些高科技 以及DNA科学 以及圣者 五大圣者的教学体系的精髓 柔和而成的一个 全息的 一个减弱化的一个智慧体系 今天世界上有一些有史知识 已经提到终极智慧 但是基本上都是在一些皮和毛 或者我们说枝和叶上在讲 并没有见到这棵体系的大树 今天老师用三十年的时间 通过切身的体验和实证 今天可以给你们展现出 从根部到干部 到五方枝叶部 到最后花部到果部 这一个全报的 一个真正的世界文明的成果 一个终极智慧的一个全体系 端在你们面前 并且争取在教学中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打到 听懂 明白 会用 那么去真正的指导你的人生 使此生变成终极人生 那么在终极人生中 你安装好终极智慧这个软件 花自己会开 果自己会长 那么开的花是你自家的花 解的果是你自己的果 不是迷信别人 不是欺骗别人的怜悯 分一个果子给你吃 所以是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的如来 做好自己的道 做好自己的上帝 我们不但自己做好 当你会了 你还要把这个体系去教学 去传播 是每一个人都拥有这样的一个终极智慧 拥有这样的一个开自己的花 结自己果的一个软件体系 圆满此生 没有遗憾 今天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的这个前半部就讲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